12月29日早上10点,在县福大理堂举办国际友善环境营造 国际人才培训及推广英语服务标章授证典礼 此次英语服务认证以购物消费、住宿餐饮、观光游戏、交通运输等业者为推动对象 台东县议会议长秘书廖俊志、县议员林东满、翁令尹、刘纯歌、陈之锋等掌官贵宾与会 县长黄坚廷表示,为提升台东县全球能见度并与国际接轨 让台东迈向国际幸福城市,营造台东成为国际友善环境 在这一两年我一直在推动整个台东的国际化 其实在我心里面,台东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国际旅游城市 实际上我们也做到第一步了 你看那个全世界的旅游指南 Lonely Planet已经今年把台东选为2016的亚洲十大旅游景点 Top 10 Tourist City in Asia 那么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台东要能够有更多的人 可以扮演这样的外交兼兵的角色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台东的国际青年团 然后包括像今天这样的业者的英语认证的标章 也一样,我们必须要整个从前面性来推动 我们要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路标 更多的网站 什么的我们行销台东的东西 全部都要双语甚至于三语 加上日文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要努力面对的 实际上过去我们曾经推过这个东西 效果不见得很好 因为我们很多的业者 我们很多的计程车司机 他觉得说不用这么艰苦 我就做会讲中文会讲台语的生意就好了 我现在不需要去为了少数那几个外国人 我还得强迫我自己去做这么多的改变 这么多的学习 大家还没有觉得那个的必要性跟迫切性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台东我们能够跨过这一关 克服这个障碍的话 其实台东的潜力真的无穷 所以我们很愿意 先生们很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 持续不断的来推动 持续不断的来推动 那今天这个英语认证标章 其实中央在民国99年到101年 曾经做曾经推动过 有县政府来执行 后来中央这个经费这个计划不见了 那我们停了一段时间 那今年我们从这个 我们县政府自己也设立了国际处 然后请国际处来推动 这样的一个计划 很高兴这一次有104家台东的业者来参与 我们从很多的面向来评分 从你刚刚讲的英语的这个能力 从你的网站有没有这个设置 让人家外语的这个消费者可以看得懂的 从你的这个店家里面的布置 所以你提供的一些服务设施 整体的环境品质等等的 在总分400分里面 我们请评审去评 只要你超过这个320分 就是经质的 只要超过280分 就是银值的 所以在这104家业者里面 有21家得到经质的这个奖章 然后有48家得到银值的 35家没有获得奖的 我觉得能够有心来参与 也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我要特别恭喜这104家业者 这是我们的台东的这个种子 我们期待 大家一起来努力 从我们各个不同的面向去营造 让台东真正成为一个 更有竞争力的国际幸福城市 台东县政府明年也将聘请 专任外籍人士与县福注点 协助县福从外籍旅客角度 行销台东 店家厂商制作双旅资料 强化业者英语服务等辅导工作 并持续号召更多业者加入 共同营造友善环境 达到成为国际幸福城市之目标 东台新闻 曾玉宁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2 3 I love 台东 不要 咱 去 台东 好 我们把这个 干净